ok 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autocal procurement planning 的 plugin 了 ok previously 我们叫这个 plugin 呃 叫做 stock level by location ok 可是 stock level by location 很多呃 客户会误解或者是听不明白什么是 stock level by location so 我们就命名 重新命名他为 procurement planning plugin ok 不明示意 procurement planning 就是 我要我要订货 我还是要有一个 idea 了要订多少 ok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计算你所有的分行的啊 stock 到底你所有分行是同一个 eca book 还是不同eca book 都没有问题 我们计算所有那个分行的stock balance 然后统计的你需要订多少 然后我们就会做 p o ok 你可以分开做每一间公司做 p o 或者是总行那边订那个货回来 订了才分给那些分行 ok 所以这个叫 procurement planning 的一个 plug in 啦 ok so 我这里 list 了一些呃 这个 plugin 的比较特色的一些功能啦 ok 所以第一是你可以通过这个 plugin check 到所有分行的 balance ok 你不需要每一个 account book 如果他是很多个 account book 你不需要通过每个 account book 去检查他的stock balance ok 他同一时间 ok 可以通过这个啊 plug in 一个地方就可以 check 完所有 account book 的stock balance ok 第二是他可以自动 generate p o 就是刚才我讲的他算了那个啊 balance 出来 然后他可以 generate p o ok 在这里他我想讲的是他跟 autocal 呃原装的不一样 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是 of course 我们可以根据 autocal 的那个 concept 就是根据他的 be order level 跟 quantity 老板 set 了的去 generate 那个 p o ok 但是我刚才有讲你可以 同一时间 算所有的 account book 来 generate ok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autocal 只能一个个 account book 进去 generate ok 啊 so 在或者是一个 location 一个 location generate 我们是同一时间 ok 算了总数 ok 你要通过总行去 order 还是分行去 order 我们可以啊有这个选择啊 so 第二个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analysis based on 那个 analysis 来算那个 real level 可能老板也不知道这个好卖还是不好卖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你的 sales record ok 来计算你上一个月卖了多少这个月应该补货多少 然后他每他要送过来要多少天 ok 他如果送过来是啊20天30天啊30天这样我们就要成二了了啊 成二了因为他要不能以每个月的 balance 来计算还要两个月两个月来计算 ok 来订货这样子会比较准确 ok 这也是其中一个功能然后跟着下来 跟着下来就是啊 刚刚才啊重复了很多次就是你可以通过 centralize 那个 company 总公司去订货或者是各自各公司去订货 也不一定是同一个 account book 他可以啊很多个 account book 都可以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强的 啊功能 然后第四就是他的啊你你不只是可以来order我 你如果计算了计算了他的那个每个月大概用量是多少 ok 你可以直接在 我们的那个系统那边去update那个最新的价钱 update最新的reorder level ok 给所有的分行都可以同一个screen里面你就可以做到 如果你不要在那个screen那边做你要用 来做都可以我们允许你export ok 那个list去excel export了去excel你填好了我们就inboard回来 都可以 ok 过后就是一个reorder的formula ok 有一些他他你可能你有加力太吗 或者是加一些 加加一些自己计算可能啊 啊一些formula啦 可能你不要跟着我们的系统 ok 帮你计算的那个formula 你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都可以把你的formula 放进去我们系统来计算你应该要order多少quantity ok 都没有问题 ok这个是这这这些就是我们五大最特别的功能啦 ok 接下来让我们的 啊partner跟你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plug in 啊这个这个plug in 他的是怎么操作的 谢谢大家 ok今天首先要讲的东西就是啊 因为有些顾客啊 他有很多建议公司吗 然后或者是说他有很多个location啊那个stock location 然后呢导致呢他们做reordering的时候呢 就有点麻烦了 因为呢如果比如说啦他有时间工夫吗 如果今天我要补货的话呢 他基本上啦他log in 这个account 看他的inventory的balance 然后剩下多少需要补多少 所以呢这个就导致了那个顾客呢 可能很麻烦去去免贴的那个 inventory啦 如果他越开越多啊 所以呢有一个solution呢我们是 做叫做stock level by location 这个stock level by location呢其实有两个东西啦 第一个东西就是说呢他在一个screen里面 可以看完所有location的那个inventory balance 他的sales的那个quantity 比如说我今天卖多少 我deliver多少 我的POS多少 他的quantity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可以 combine全部的outlet 进去我的holding 来做reordering 就是可能呢我 我算了所有的outlet的那个balance 然后呢我就补货的话呢 我会进我的holding先 然后holding呢后来到呢我才p出去 p出去有两种呢如果说是同一个account 的话我们就做stock transfer 如果他是另外一个公司来的另外一个account 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那个interviewing 就是我们bill他他可以收到那些 ok 所以呢这个plugin的话呢 首先呢当你一说这个plugin的话呢 需要去这个location maintenance location maintenance基本上呢他就可以给你 比如说这个啊 你可以unimeter这样加啦 所以有分两种啦 so第1个的话呢你同样的database 你可以选不同location 你可以一直加 然后呢这个就是可能是不同database 也是可以选不同location so是unimeter啦 然后呢color你给方啦 这些color呢是方便给顾客啊 一看就懂这个color是属于哪个brunch 然后呢你的movement就是啊我要看 我卖了多少官地地 可能呢有些情况下啊你只要看invote 还是说啊有些顾客啊request啊我的pos我也要啊 so你可以选 pos啊castios啊这里可以给tick的啦 然后呢centralized order的话呢 比如说啦今天我做order啊 我有三个location 这里两个做得有三个嘛 so下面这两个 以保和brunch1啊 所卖的东西呢 他calculate那个reordering呢 会进了我的hq so如果说google request这样的 requirement的话呢 你就在这边说ok 其实这两件 这个和这个 是belongs to我的hq的holding的 so呢你可以cow它啦 比如说人家cow它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holding和这个brunch的那个reordering呢 会去这个location 还有这个database ok这个可能我等一下我才讲啦 so我现在我先uncheck它先 so基本上呢 project number你可以选择我做QO的时候 然后这个purchase已经你可以选了这两个 so这些setting的话呢 你做好了 因为你可以anytime 你可以自己夹的嘛 所以只按save 去了save的话呢 基本上啊 你可以去这个dot level listing dot level listing的话呢 其实很 看 我们既然做simplify啦 给顾客自己去选那些 supplier啊 哪个group啊 item code 那种filtering 然后呢其实我们有几个option啊 因为有时候啊 顾客没有maintain那个reordering的时候呢 情况啊啊 他会 他会 不会出来 这个两个有出现啊 是因为我有maintain 我要定多少 也算他出来咯 然后呢如果说 我要看完我的inventory的information 我要看他的这些balance 所以你这个input empty stop level item 所以基本上所有你的inventory的balance啊 然后过后呢你曾经卖过多少啊 然后 他的average的transaction是多少啊 会在这边呢 所以他很detail他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了 如果说啊你因为啊你这个啊是左到右吗 如果说你超过10个的话呢他就很长好的 所以呢顾客啊要这样拉这样看了会麻烦的 所以呢其实你可以按这个floatingbalance啊 其实我们上到下点的看啊他剩下多少balance quantity Instead of你每每天都要login不同的cover啊看你的balance quantity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screen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完所有的balance quantity OK这个只是方便给优先去check那个balance quantity啦 OK然后呢讲到 那如果说呢啊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啊 因为autocount import export啊他需要去这边 export他的啊 那个啊 那个information去excel然后tn呢在import嘛 所以呢这个export import呢可能会有 certain industry啊他会觉得很麻烦 因为呢 他的货啊他会一直跳价钱的因为他是被从他比如说hardware industry啦他是被从supplier给的 价钱嘛 所以啊他的price啊其实会一直变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啊顾客啊其实在这个screen啊他看balance quantity 比如说啦我在这边我看哦 我看我的balance quantity再看我的卖量啊 我就可以调价钱了 所以调价钱啊这个batch edit 选进去啊 基本上呢你这个screen啊所有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再看到啊 呃我今天我要调我的read order 或者是说我要调我的价钱这个main supplier也可以调 然后啊 fix price啊 这个是price filter 或者是说有这个正的fuel啊你可以right click column user啦你去拉啦 可能他的7块是你是要调也是没问题 所以基本上啊你要拿什么你可以拿出来 ok 好像说这个13块啊哎我要调啊这个可能supplier起我价我要75块 或者说呢因为有些产品啊他这个比如说卖7啊7的话呢可能有 呃一个group的起啊他的价钱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用那个keyboard啊你contour3book 比如说这样子啊我要一次个调1250 所以他就其实sharker key啊给你一次过调完全部了所以方便给顾客去改东西 ok我关掉他一下子啊我再 开过一次 所以呢其实他可以有两种啊一个你按shift select all或者是你选择alternative这样就可以 所以呢只要你打一个column他就直接把你调了 啊 用你一个一个key in啊或者是我不需要你在export excel 在excel select all了拿着配出来啊不需要 如果说啊有些顾客啊还是prefer去excel啊啊这个没问题 如果说真的是要这样做的话你来这边上面啊有个export data 所以呢你也是一样你去export咯去export去呃你的 desktop 给所以你就可以开 你开了之后呢也是一样的其实做法也是一样你就改你要改的东西 ok然后也是copy all 然后回来这个screen啊所以你应该看不懂的excel了我刚才讲的是在excel啊你pn 那种information在excel 然后你copy all 然后你paste data啊 啊他也是一样的他也跟你讲哦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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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roll你有改过啊 啊如果你要看他的preferral changes啊你就看哦我记得我改这三个东西哦 confirm的话呢你只要按stage changes就行了 所以呢比较容易给顾客去做maintainance啊 因为呢他基本上呢在这个screen里面啊你maintain这个就是这个account 你maintain这个就是这个account 所以呢他不需要lock in别的account去做这种 inventory management ok然后呢这个是改东西啦 这个plug in呢不只是说看他的balance啊 然后做reordering啊然后看他的sales啊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还可以给他改他的那个inventory的information ok讲到刚才这边啊我就不要我就不要这个include stop level item啦因为很多 其实我只是说两个sample啦因为这两个sample啊我已经有做那个reordering了的 ok reordering啊其实在autocount啊也是有的其实你看啦 我们去stop item maintenance autocount ok然后呢autocount本身呢他有那个reorder的quantity啦这边啦 所以呢当你install这个stop level listing呢基本上我们会disable 这个reorder的screen啦 是因为呢我们不会拿这个的result来calculate那个inventory 然后呢我们有加一个type叫stop level by location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就按加 ok pieces我要reorder我每次都reorder pieces 什么location 然后他的quantity啦在这边你可以填 ok然后呢我先讲这个是based onautocount的做法啊因为autocount的做法是我的balance quantity到什么level我就要定多少啊也是一样在这边来你这样子做都可以 可是呢要记得一个东西就是啊因为如果说我有multium的情况下你只是要填你要order的um啦 你不要piece就填box就填卡片就填 这样的话呢其实上不懂啊到底你要order哪个um 就比如说啦我cap到一个multium的 ok 我现在有bizels我有box吗其实啊我每次order啊我肯定是orderbox了 啊所以会在这边呢box 啊这个这个这个我maintainbox啦就可以了的 所以呢你记得填by你要orderum就可以了的 ok然后呢of course啊也是可以选不同location啦 啊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填不同的呃本行啊不同的location啊的订货量是多少 ok然后呢啊当你下完这些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啊你不勾这个啊你按那个query啊才会出现了的 来到这边呢你看啊如果我们有一个叫做covert to reorderum 这个是什么做法呢比如说啦今天是一间pharmacy啊 他们有卖货啊进货我进panadol啦 我不可能进panadol进一个strip一个strip的嘛 所以呢通常呢supplier都叫他进一箱一箱或者是一gutton一gutton 可是呢不总是要的啊 你不可能卖给顾客啊卖一箱啊一gutton的嘛肯定有卖散装的嘛 所以你卖散装你补货补一个gutton的 你看了你的sort level啊你就很不足了吗 然后呢如果你有勾这个的情况下啊我们会auto把你convert比如说这个item嘛 如果说我不勾的情况下啊你看到他的quantity啊 会是这样子的 卖量啊 卖量的话呢你看我们有分moving quantity啦就是啊呃他总共卖了多少个quantity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一个月里面啊他其实average卖了0.0667个了 刚才讲啊其实这个 这个产品的销量啊是不好的因为他卖很少了 所以呢 从这里啊这两个column只是单单这个小小的column的users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团品到底是好卖还是不好卖的 因为传统的做法呢他们就靠他的投手 投手讲要订多少我就放多少 这样的情况下啊 你造成了啊老板不知道啊到底是批货啊真的是好卖 说了有了这种plug in的时候呢其实老板 只要下好了啊 他inquiry啊就可以马上知道啊到底这个货好卖不好卖 比如说这个 5亿亿 我卖了5亿亿 其实啊我的average在一个月里面 我是卖17个quantity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有个cow quantity啊 eat的意思啊就是一个transactional了 就是啊我整个月里面呢我卖一个transactional了啊这个这个货啊其实也是不是 调量不是很好的啦 所以在这个三个column啊可以做decision的 简单来讲的话 OK刚才讲到那个quantum的啊 我不勾的情况下啊你可以看到他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based on你卖的quantity啊来帮你算他啊多少quantity 可是呢如果说你有勾这个情况下啊我们就帮你算啊 因为我我这个multium我订货是订boxes的 所以呢 system会帮你combine你卖pizzes 你卖boss你卖cartons 去全部去你的box的um 然后呢才帮你算啊 到底你卖多少 所以呢result出来的话呢其实我卖三个box 三个box的话呢其实average来讲啊是0.1 啊然后呢我开了两张单 所以呢他的那个information这样子收出来啦 OK然后呢 Auto卡本身啊呃的feature就是 我没有有我的balance quantity啊 有没有少过我的mute order level 有的话我就要订货 所以呢啊这个就是本身的logic啦 所以有的话我就要订货啊 这样子你这样srifford的 可是呢来到我们有另外一个industry的做法呢 我们要把呃他今天卖多少 然后够呢我要存货存多少 存多久啊那个的话呢其实你就不要勾这个 use item with order level OK 我不勾的情况下啊 我们就看第1个item 我按enquiring OK这个啊 我现在拉到去我的holding先 其实呢在一个月里面呢这个一个月里面 我卖了一个transaction Dotal quantity是511 OK然后过后呢我们就会除以他30天啦 所以其实进一天里面卖17个 然后呢我要储存30天的货 所以呢我必须要有多少balance quantity OK就是在这边啦 reorder是511 所以呢我必须要有这个quantity啊我才可以fulfill我30天的那个的 存那个的eventry的balance 所以呢其实会帮你算这个formula啊 然后帮你做reordering 所以呢基本上啊我还要订多24想 24想是怎样来的话呢 formula是在这边我给你看啊 So我的moving rich quantity啊就是我有卖510亿粒 然后呢这个510亿粒的quantity啊其实是在一个月里面的 所以呢基本上呢 每一天的话呢就是17个quantity啦 加加啦 然后呢我的reorder level呢就是17加加 乘以30天 就是511 OK511就是我 我如果我低过这个quantity啊就是我要去订货了 因为啊 我要储存30天的货是不足够的 所以呢 啊在这边511咯 然后呢我现在我的我的付存啊我的inventry有489quantity罢了 OK489quantity啊然后过后呢 我要储存30天 所以我不足够的 因为啊我需要511 再减掉489 我还欠22粒 22粒或者是22箱啊看你的um啦 So呢 可是啊我跟supply订货啊 supply肯定不是跟我讲 你订 你订一箱我也给你啦 因为有些supply是有一个moq的 所以呢我的moq啊其实是12个quantity OK就是我一定的一定要12个quantity 然后呢提升就帮你加了 其实你要订24个quantity 他不能 订散装啊因为supply固定了嘛一次过啊一定要12个最少12个 所以其实就帮你承诺12x22x22这样子 所以呢承诊到24quantity是最接近你要的那个quantity了 所以来到这边啊 其实帮你算了 24个quantity 所以呢你之后你进了po啊 过来到啊 其实我还有513quantity 所以呢可以足够我 for我30天 如果说你今天哎呦不要啦我要订多一点 我要订120天了 可以没有听你就要enquire System就帮你说呢120天的货啊你需要这样的量 说这样的量的话是多少quantity 然后你的available new available quantity啊会有多少quantity 在这边啊 So这个的做法呢就是啊 基本上又是不需要set那个reorder level 他的reorder level呢是 是based on他的买卖啊来deside的 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sourage base啊来deside So如果说啊 这些quantity啊你可以看啊 confirm对了啊 这种对了 你就按这个reordering reordering的话呢 我们现在有两个location嘛 一个是brunch1 一个是holding 所以呢brunch1呢 其实我会帮他开一个po是mk1 然后他的quantity多少 你看到这边 然后呢 如果post过去po之后呢 我们会基本上会帮你capture last purchase的supplier啦 如果有啦 好像说这个reord你看 这个reord啊上一次我跟这个人买 所以说他autocount select 所以这些空的话呢 就是我曾经我都没有跟这种supplier买过的 unless啊你有填在autocount maintainers的supplier of course你可以选在这边 你可以选 然后呢 有时有时候啊 自己算出来啊 有个顾客又怕 很多我这个quantity 我怕我卖不完了 OK没问题啊 你自己改啦 这个是可以给 够客自己去改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改 然后自己改 until everything 他comfortable 你就按post proceed就可以了的 如果啊 顾客想知道 这个啊 我跟他买之前啊 是多少钱啊 是什么information啊 你按加 就可以给他知道了 这样的价钱 会有 OK 这个的话呢 你会看到有两个group 就是你两个po 啊 因为不是两个 有两个公司啦 这个公司我开一个 然后这个公司我开一个 OK 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今天 我是centralized ordering的 好像cental kitchen 样子的 所以呢 我就拿我的sort level 这里 我就跟system讲啦 OK 其实啊 这个hq 要算这个holding的 和还有这个brise的货 我就按save 然后呢 我回来我的sort level enquiry 我就reordering啊 system就把我combine起来了 所有那两个location啊 都会去holding一个po 啊holding的po罢了 多少张po呢 就就被说你多多少个不同的supplier 啊如果说我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两个po 因为不同supplier 啊这个就是centralized order 然后过后呢 如果说呢 呃东西啊 有些有时候啊 Google讲 哎 我certain item 要用这个method certain item 我要用autocar的method 这样可以啦 如果说你要用autocar的那个做法啊 只是我下多少定多少啊 你就 这个 又是item reorder level 啊就被损你的 那个reorder 来算 如果说你要被损你的修杀量啊 来 订多少 你就不要hold这个 然后你贴 OK啊 然后基本上呢 呃 当你做了之后呢 他就会去你的po啦 啊 比如怎样啦 呃 proceed OK OK 这个 OK 他就把你建你的po咯 所以你的po的话呢 他就等你了后来咯 OK 所以在这边啦 所以如果说啊 这个是整个你reordering cycle啦 Instead of你去这个 本身autocar的那个reorder advice 然后你去enquiry 然后你去farm 是有点不一样啦 所以他可以给顾客选择他讲 去算他的那个 reordering的那个method啦 如果说啦 顾客很special的 我要 我有自己的formula 可以没问题 我们可以support 呃 他不同的formula啦 所以如果说有的话呢 你给我们知道啊 我们就会 呃写一个ad hoc的那些 scripting啊 来帮你算那个calculation 呃 所以是可以customize 什么的 他的calculation 他不是说是要跟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的 OK 如果说呢 户啊已经是到我的 的那个 HQ了 然后呢 我我只有一个account 很多个location 这样的情况下啊 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要就是批货吗 你批货的话呢 呃你可以来autocount的sock transfer OK按new 然后你就选他什么item咯 啊这样子然后过他你要批多少给他咯 给什么关 什么location你要放 OK 这样的step啊 就是很慢 OK如果说慢的情况下啊你可以用这个sock transfer 你create new 我们基本上就是from sales啊 你可以说我要其实也是一样啦我们会做就是 based on他的买卖啦 如果说我要 1月1号到3月4号所有买过的货 可以出现在这个screen 然后我按select 然后他就会auto把我订货 比如说这样 OK auto把我select 其实我卖了一张货了 你摇摇 quantity 我卖多少我就补多少 按OK 他就出来 你现在这样子看的话 其实是看好像 哎 这个东西好像 你东西啊 如果说那你有10个location20个location 很多个item啊 啊这个的话就很快了的你按啊 你是confirm 按OK他就全部出来这边了 然后呢 基本上呢我们就你按save的话呢 如果说你有20张啊sok transfer了我们就帮你auto开20张老的这边 所以呢 我顾客来讲的会比较方便的 如果说他一个遇到很多location啊你可以这样子做 啊如果说是你要做interviewing的话呢啊那个就没有变了 但是你要去那边sales 你要留多少 还是秀手的给多少给他 你要做这个step 啊 so far他是啊用途啊 我这个stock level listing 是补货 看balance 快速的edit他的inventory的information 我们下转热地发现 可以红热地发现 我们下转热地发现 我们下转热地发现 不是